咱们平时推手这么一击 你看 这么就乱 是是是 大家好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庞恒国老师 为我们讲解太极拳的一些要点 华老师 从这个杨成甫先生这个照片上 您能给我们看出来一些什么进度的变化呢 他这个动作是按 大家知道按 这个一定要知道前面还有一个几 嗯 咱全谱上讲 几在手背 按在手心 他从接手 大家都讲捧劲的 捧劲是始终在身上的 对 但是这个动作也是几 嗯 一接对手 先捧住对方 这是其实也是 手背的话是几 也手背也是一个几劲 所以接受对方的变化呢 嗯 给你对方变化 对吧 咱们平时推手这么一击 你看 这么就 背去了 是是是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按和几 大家一定要注意 前面有几 后面才有按 就是他俩是一个互相变化的 互相变化 哦 所以说大家练拳的时候 一定要有变化 嗯 有有这个无法到有法 嗯 是慢慢体会的 所以大家看这个老前辈的照片的时候 嗯 就是中心和重心的问题 嗯 一定要解决好 嗯 咱们一直讲 这个太极拳中正安书 嗯 所有的动作 你只有做到中正安书 然后再发力 就顺遂了 嗯 所以说你看 咱从这个动作 嗯 一接的时候 重心往前移 嗯 嗯 对不对 对 你不能这个做到这个这个中心线 前探 对这样一拉就过来了 对对对 所以说大家做做动作 嗯 老前辈的动作 你不管是挤 按 所有的动作 一定要注意 中心和重心的问题 对 不能乱变化 哎 不能那个 失足 大家就这样的 明白 by bwd6 感谢观看